我们继续进行演讲 接下来上场和大家分享的是 深圳与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先长 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用智能技术助理秧老产业 谢谢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大家推荐的主题是 用智能技术助理养老产业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社 我们是深圳与硕工业设计公司 我们有一支以青蛙大学为背景的能够设计团队 那我们的专业学科呢 涵盖了半导体 敞感器 硅基电 电子工程 工业设计 以及系统集成 互相处理 数学算法 项目管理的很多的学科 公司是2002年成立了 15年来一直已经致力于工业设计 学科为龙头 以市场调查研究为基础 以多技术产业融合为手段 以规模化的生产为依托的 以提供具有异用性 差异性 竞争性 和趋势性为产品 为诉求的 公司这几年的 因为养老产业的兴起 我们呢 根据这十几年的训练 主要把技术的方向合理于 健康的监测 大数据的管理 以及人工智能 机器人的技术开发应用 通过产业融合 模式创新的方式 为养老产业提供 质量化 体系化的养老健康产品和服务 数字中之 养老产业的中心内容是服务 那么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服务 是养老产业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 那我们公司呢 也致力于为养老产业提供 智能化的健康服务产品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 以智能技术为手段 构建三位一体的养老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所谓三位一体 指定是三个部分 那首先 一部分就是 互联网居家健康服务机器人 其次呢 还有大联康大数据健康管理的云体台 再有就是 刚才我们 张家界的 小明湾书记介绍了 我们共同合作打造的 张家界智能女居移养基地 好 先介绍一下 三位一体的 那个 互联网居家健康服务机器人 那说起机器人 那功能准备很多了 那在这里头呢 我主要想讲两个比较突出的 与这个健康服务相关联的功能 其中第一个 叫智能感知 但是 我们打造的第一款机器人 选择了 比较可爱的这个发现的一个形象 所以智能感知呢 是用了很多的传感器的技术 对一些跟健康相关的一些 数据的采集 但是 我们练的这些呢 就是一部分 其实 我们的机器人可以 采集跟健康相关的 200多项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 主要是五大类的现况数据 一类是空气类 比如说 P125的检测 这个二氧化电的含量 以及空气的温度 湿度 紫外线 背景的噪音 以及这个有害气体 第二类呢 就是身体的生理指标的现件 比如说 血糖 血压 血红蛋白 血氧保护度 这类的 第三类呢 就是 跟心理健康相关 比如说 老年人的这个喜怒哀乐 就是可以通过 为表情的识别 把他一些生理指标 能够判得出来 第四类呢 就是食品的健康 食品的健康的检测呢 我们通过生理检测的一些指标来判的 比如说 体内是否有 农药残留 尼古丁 酒精 以及 激进这个 领量的过渡成绩 第五类呢 就是一些行为的健康 比如说 包括这老人的喜剧 日常的行为 做一些长期的监测 当然这些监测 首先要租同一个 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首先要无闯 无痛 最好无感 还要做到快速 连续 实施 这是第一部分 这种感知的部分 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基本功能 一个数据采集的基础 第二个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 跟健康相关的实际上是一个交流平台 因为大家刚才很多的领导专家都讲到 老年 牙脑里头 除了身体健康 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健康活动 那心理健康如何去克服 至少其中之一的方法就是 人要参与 交流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 有两部分 除了可以提供人机交流的部分 还可以提供通过云平台的建设 让老年人在家里 通过自己的机器人 和一个世界各地的应用的机器人 和老年人同时可以互动 交流 以满足这种 群体交流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解决方法 那第二个 三位一体的第二部分呢 我们是建立一个大企业的健康 管理的云平台 这个云平台呢 也有很多的功能 我这里只是重点介绍了两个 一个呢 这个云平台的机器人是 是过来性 我们为什么叫路联网机器人 实际上我们机器人的本体 只是最大的功能 是数据的产集 而真正它的大 是来源于云端的 大数据的积累 云计算 以及人工智能的开发 那这个开发 机器人本身就是双效互动的 随着数据的积累 分析 以及深度学习的能力 反过来对机器人产生的升级 和成长 让机器人赋予的更加适合的功能 那云平台我们达到了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作为一个管理平台 实现跟第三方的机构进行对接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想要健康 但我们要可以通过这个云平台 跟一些做分级医疗机构 社区服务机构以及专业的保健康服务机构 进行对接 另外呢我们的云平台 还可以组建这种在线的老人社区 各种专业的活动的社区 实现老人在家通过云平台 通过计算机 就进行在线互动 另外我们的云平台还可以通过 这个机器人可以跟自己的子女 可以跟你的专业副营员 形成一对一的点对领的互动 好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三位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三位 刚才我们的社区进行现场 这就是我们 教学界的 正在筹建建设中的 医养基地 教学界也说了 我们的模式的创新在于 全村的规模 全民的餐饮 然后我们对接的是城市 各种亚道机构 这是个 俯视图 我们有七大 健康的 空气环境 健康的饮食环境 十一的居住环境 还有就是 站立这些地区 方圆百股里之内有非常丰富的 旅游资源 大家在这家住上几个月 每天可以半日游 一日游有自然风景的 有历史俄德化的 还有云间地区的 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制度化的健康管理体系 那我们的健康管理体系 能够监察到人的 不健康的状态 可以给他很多的建议 最终的解决 还是要经常去我们的 医养基地 做一些调整 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 这个是在北京现在享受不大的 最后提醒我们的愿意 最后提醒我们的愿意 我们希望以这种协作创新共赢的理念 和大家携手 从技术到服务 从线上到线下 从城市到乡村 从居家到基地 以体系化的健康管理为核心 打造一个智能健康一眼的产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刘董 我才知道 书八店是刘董那儿生产出来的 书八店被媳妇加了媳妇的看着我 这么有难 我能在书八店 肯定要把媳妇给背跑 好 那么再次掌声感谢刘董的精彩介绍 谢谢刘董 咱们接下来有请香港亚洲乐国健康文化产业协会女士长 艾琳娜女士 上台和大家分享 爱老年服务业服务质量的灵魂 好 有请艾琳娜 好 再次回下一条 好 那我们先继续往下进行 那么接下来有请 汉唐华盛养老产业投资管理委员公司董事长 徐明先生上台和老娘分享旅居改变生活方式 有请徐总 唐华盛养老亚 谢谢isten them 大家好 别看这儿吧 这是党的 再说我也不是李伟导是吧 那个 各位亲爱的 一个是战友们 这个各位李伟导 大家下午好 谢谢 这个 我觉得我首先要感谢这个 李会长 李会长年龄比我妈还要大一点 我妈51岁 没有是吧 你也很年轻 你比我妈也很年轻 所以我应该感谢 这次组织会 能让我来讲我们这个 杨总这一块 我今天来呢 说实话 我是代表北京市一万个 应该一万多位 老人家的心愿来的 我从来没参与过这样的国度 也没见过部长 刚才参与我的流导 说这个多数个音的 多数个笑的呢 说实话我没见过 但是呢 我愿意来 为什么来呢 过去 很多人也参见过的 说让我让来 说这个 什么样的国度 什么样的国度 什么论坛 我从来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做养老的 这种做养老的 是实实在在做养老的人 做养老服务的人 来做的养老 而不是什么专家或者学者 昨天晚上 我跟我们组部队的一个小姑娘 我问他 我说 我再确定一下 明天咱们有个活动 到底是做什么 他说做养老 我觉得 能到这儿来 今天我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首先 我特别感到 我给大家祝过公保 我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 大家都选择做养老 你们感受挺大的 你能选择做养老 我觉得你们不是凡人 因为养老这个产业 不是谁想能干就能干 因为你首先要有耐心 能够让老人 真真正正的了解你 谢谢你 这个是非常关键 我刚刚跟你说 我说 好多的社会上 我们来 我们不愿拆着的活动 因为我觉得 你要想做养老 你首先得了解老人 另外 要了解老人的需求 刚刚我跟刘伟的董事长聊了聊 你的气人不错 贵在国中有 另外 徐董事长 酵素也不错 昨晚让我吃饭 我觉得我也有送过 等有机会 咱俩能容着这种咄嗦 要不请我们一打一千万 咱俩直接合作就完了 是吧 这个其实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能够给老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才是真正的解决老人的这个养老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公司要看他华盛 做这个公司好几年了 三年前 我们在齐厂旅居养老 养生养老的时候 我们找过单位 找过政策的流导 完了以后 跑过政策的部门行官员 人家说这个 没干过这个理智养老呀 你要做养老院就做个养老院 你要做这个养养服务就做养养服务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先干下去吧 后来呢 我们这三年时间 过去说实话 钱什么 钱人什么都没有 到今天为止 我们自己 我自己花了 将近三个亿 建了两个养老院 有很多人可能说 这个三年时间 你能花好几亿 建一个养老院 两个养老院 为什么 我给大家讲 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能不能了解老人 老人的去就是什么 刚才有一个 开年界的流导 说这个 他们的老百姓 三百块钱 来了很多 我给大家讲一个 现在的这个 中国的老百姓 是谁的状况呢 你免费给他 一车水谱 你白给他 会有两种生意 一种生意是什么呢 骗子 为什么跟我爸 这么坏的水谱 还有个生意是什么呢 骗子 一种什么企图 中国到今天为止 缺的是什么呢 是真真正的 人真正的信任危机 老人家 不是以为说年龄大了 糊涂了 不是 过两天 有个网上说 现在的中国老人 是不是过去的老人 现在老人变坏了 还是过去的坏 变老了 我觉得不是 是以为老人家 这过多年 风风雨雨 这个事情多了 他们明白了 这个人人间的交往 但是不明白 今天这个社会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 人人最根本的这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是信任的关系 没有了 说实话 呃 今天咱里面有这个 外国的这个流导 我不知道 呃 能不能听说我说话啊 我我说几个字 叫什么呢 校庆中庆 礼仪廉史 人大和平 那么 谢谢 这个 校庆中庆 礼仪廉史 中国的八德 到今天为止传出了 四千多年 校庆中庆 是中国的思维 过去 有句古话叫什么 叫 四维不张 第一件校道 那么 这个守校庆 为什么第一次叫校道呢 因为中国五千年 传国文明 能传到今天 是因为有剩下教育 什么剩下教育呢 校道的传承 那么现在的 今天呢 可是来了很多人 我刚才特别 愿意往后看 我说我还没讲的 怎么都走了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 全快的 我看我的那个 上面是五点十分钟 现在还不到五点 我说 谢谢 谢谢你 我怕我的观想 大家都走了 大家都走了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说 在这的各位 今天你选择羊了 你先过来 你自己 你自己的父母 咱们自己的父母 怎么养了 有没有表达 或者的方法 或者 养的方式 我相信大家 可能有点质疑 或者说 突然间要反思一下 我想说一个事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事 我们在养老院 第一个养老院 下个月八号开业 还没有开业 去年 我们公司送走了 四位老人 那么我自己跟老人家的这个 关系还不错 这个老人家去世之后 我半夜三点钟 到我们北京市公交的这个宾馆 我去了以后 他在安宾里面里面去 我到了这个以后 我自己把那个鲜花摆好 完了 老人家这个 尸体在半边上咋的 我给把衣服穿好了 把这个脸部 所有的东西弄好了以后 我自己躺在这个 老人家躺在那个 那个立法里的床上 我试着是舒服不舒服 这个我正在躺在 他在安宾里面 完了 一看我吓他一吓 完了 我说大哥 你这么点 你跟我说我吓 完了 我感觉一下 完了 我们那个 总监 在后面坐着说 哥你你吓得吧 你别给打扮了 我们都害怕 我说其实你怎么会怕 这个玩意 从这个 整个的兵役服务 到目的 所有的服务 我全都参约了 全都送死了 过了没有几天 我车磨 我梦见这个老人家 老人家冲我饿 完了我就跟我起伍 我说的时候 我说 大家一眼千万别说 我说我跟你说 为什么 因为老人家在那边 录得很好 他要告诉我 说实话 我们有这样的 这个物色很多 呃 有老人跟我写信 跟我讲 说这个 我叫徐明 陕西延安人 陕北的 他说 徐总 那个 我八十多岁了 我是大学教授 我觉得 我能认识你 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我是因为认识你 哎 反寿就全 这个 所以说就 就因为这个 我们才选择做养老 这三年时间 我们发展得非常非常快 说实话非常快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养老的这个养老院 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是说卖东西的 卖东西的 不是卖这个卖那个的 我给大家讲 今天可能在这个会场 唯独我是来买东西的 为什么要买东西呢 因为我除了做养老之外 那我还要做老年的另外一个 老年的消费计划 呃 养老院 说实话 不挣钱 我们图了两个东西 我昨天给刘伟主长 我说把我献进去了 我一直把餐饮成为熟住的 我从12岁出来 我尿了两年的 做一个乞丐到今天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但是我今天选择做养老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直 直在哪呢 我能跟老人家打交道 我能把德行 坚持到我自己的工作里面 把中国传统孝道传承下去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公信 真的 所以我愿意把这个事情弄下去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 我们自己在那里追杨了 那么 为什么要讲到里追杨了呢 刚才就给大家讲了 这个老人到底需求什么 你要想办一下 我们今天在座的 所有都是卖过去的 那么你想卖什么 老人也有两种 一种老年服务 一种老年消费 其实老年消费 也是一种老年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 是不是切换老百姓的 能够让老百姓 认识到 这个你对他有作用 或者他愿意给你呢 我给大家讲 就是我们公司的老人 早上起来 大下雪的 早上起来七年 费着几百万千金 到我们公司里面 坐在公司里面 等着我们下午三年后 就为了给我送钱 而且我还得给我送钱 我觉得在座的 各位里面的公司 有一种现象 我觉得可能没用 那么老人要 为什么把几百万 我们说实话 几百万 几十万的 这个先进 人家的工事 这个旅居洋导 这个旅居洋导可能大家都知道 不就是旅途度假收线吗 不就是全国各地地地洋导吗 很简单 其实这个事情 大家现在都能干 都能 都能做 特别特别简单 但是大家不认得一点 那么你这个老人 第一天你出去玩的时候 他能不能开心 我还在做这个 包括去韩国的 我们去过韩国 去过韩国的以后 到韩国的以后 老人家去老门输送了几千个老人 到他去了以后 回到老人家找我去 他说徐总 你是个王八蛋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们已经对了 他说不是 去了以后 没去玩 全买东西 他说我们不想买东西 我们就想通过你这个 感受一下老年服务 给我们老年的理由 所以这个 这对我来讲 包括我们在国内的履历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不是人参加的问题 是这个旅行者 这个黑心 黑心上下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我想故意大家 如果做企业 一定要做一个 你得心的企业 好不好 好 真的 因为 重庆是第一位的 你为了尊重庆是第一位的 你没有重庆 没有得巧 什么都走不了 这是全力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旅递案 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老人要想出去 必须要舒服 怎么打算舒服呢 刚才下面有一个 像天下台 给我做一个简单的采访 采访完了 他跟我讲一个东西 他说再打报表 我才跟我妈 跟我爸跟我妈 都不报表 我说我们在北京 我们现在做的是 中国第一家 时报时销制的老年专属旅游 什么叫时报时销制 那么我们每次出行的时候 大家如果想去哪 例如说 刚刚长得韩国 我想去韩国 那么这一次的话 我们再去的时候 跟那边联系好 想做四星期 五星期的牛站的时候 我们今天把牛站联系好 把吃住所有的联系好的 把菜品也告诉老人家 这个咱们这次住在什么牛站 吃着什么 什么样的食品 帮我们去哪个酒区 告诉你 这个应该花多少钱 我时报时销告诉你 在这个技术上 我加一点点的服务费 不多 一千九十块钱 愿意不愿意 非常愿意 老人家特别特别愿意 干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 花的明明白白的 而且我们每次出行回来以后 大家都非常高兴 非常满意 为什么 因为这个线路是老人家自己选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服务上 加入我们自己的一个世老的服务 就是我们全程的 带护士 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全程推脱 他在全国各地 甚至出国的旅游的时候 不觉得自己跟这旅行社去的 而且我们的费用也会降低 怎么降低呢 现在老年人年龄大的去旅行社 他得加钱呀 得找导游呀 得找导游呀 我们自己的理由是 不用找导游 不用 不用这个 你的导游费呀 这种行社的这种 很多这种消费 我们没有 而且老人家的酒区是爆发钱 那么我们把所有钱给他省下来干什么 让他住的 吃的 那么老人家可能一辈子 没住过五星际酒店 但是去了以后 吃了特别好的饭 住在五星际酒店里 我给大家讲 回来以后 他会给他自己的爱情讲 这一趟书球太好了 太舒服了 把一辈子民玩的东西都玩了 把自己没想到怎么想出了 这是真正的 适老的老年生活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这个老年旅游 但是呢 我们毕竟是 养老金没有文件的养老院 所以我们在国里呢 我们也要找这种 全国各地最好的 环境最好的 这个适合的老年养生养老的地方 包括刘总刚才讲的这个战略性的地方 有机会咱俩先聊 晚上我就咱俩喝了 真的 这个 我建议大家有好的地方 可以给我们引荐一下 包括韩国 你们要有好的地方 也可以告诉我 咱们几个堆积了 我愿意跟着我们这些老人家 让他们享受这种的晚年生活 你不是给他养老 是给他提供一种养老生活方式 养老生活的高品质的 养老生活方式 好不好 好 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消费 特别简单 我们也做的是互联网 但是我们的互联网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什么样的互联网呢 现在我们前两天刚去的这个 呃 参加了一个活动 关于德国的工业4.0模式 也就是新的互联网家 全智能化 私人有知识 那我们自己在北京的养老院 全顾是智能化 像流通这个机器人的那种形式 全智能化的 我们在三亚可以控制北京的养老院的关窗户 电视这个浇花呀 养鱼 我们全部都能实现 包括我们的防跌倒 防足丢 所有的全部智能化 我们都能做 包括我们的建筑 二十九千四度炉 我们能建化的 我们已经迷了加拿大 这个新的这个集中建筑技术 我们的所有的热水 全部是新风 跟那个空气温热能控 全部是新型的这种智能材料 这种智能化 但是他也有私人有知识 刚才为什么我给徐总 我说这个你要消速好 咱俩喝了我给你打一千万 我给大家讲 过去我不知道大家这个销量怎么样 你可能一年 我们知道在北京做保健品的 一年的销量 应该是在一千箱到两千箱之间 那么他就有 就可能这个公司做得很好 我给大家讲 那么我们公司现在 在做这个平台 现在已经做完了 马上就能上线 这两千正在前期 我们已经让顾客选产品 我们试了一下 过去一个公司 一年才能做一千箱的 我们现在一次订购五千箱 多长时间这个时间都解决五天 因为我五千的时间解决了别人 一年的所有的销量 我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环节全去掉了 那么你的产品 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呃 刘会长 你想买我们一个厂销 买销售 那么徐总会给你 直接从厂家 搜到你的家里面 那么这个 这个箱子上 打上你的名字 叫刘会长专属 这叫什么 叫私人一定知识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我是从我这里起家的 保健品这个行业里面 很好 健康产业也非常好 今天秦晓明会长也讲了 健康产业非常非常好 但是鱼龙本杂 假货太多了 这个老人家对这个信息度 已经到了极点了 那么我们要打破过去的僵局 让老人知道 我们所有的产品是真货 从厂家职业到你手里的货 让你放心的货 行不行 这是我们做的这个 完全私人认识的东西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模式 就是互联网加 旅居养老的这个模式 特别特别简单 有机会的话 大家有好产品 我们可以聊 在我的网站上 非常非常快的 就给你能买完 但是呢 咱们得先聊有价格 这跟产品质量 你产品质量不好的话 我肯定不要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进一步想分享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